2號晚上 高雄和平路上看到 一輛遊覽車停在路邊 看到不少身穿隔離衣的人員 上下車 也有好幾位民眾坐在大樓前 由於大樓有多家長照中心 原來一名長照員快篩呈現陽性 因此包含他的同事 以及其他家的長照人員 都要進行快篩 好像有看到三四個床河進來 大概幾點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很晚了 在這棟大樓裡面 就有九間的長照機構 而其中有八間傳出有人快篩陽性 只有一間是全部陰性 光是這棟大樓就有九家長照機構 上午大樓仍然看到坐輪椅的老人家 被推出來曬太陽 不過內部已經有多位工作人員 因為要進一步等待PCR檢測結果 目前沒有上班 快篩的報告出來 都會有一些陽性的狀況 都會在做PCR進一步的檢測 所以都必須要等到PCR報告出現 發現了有多位的 這個機構內的工作人員 有快篩陽性的狀況 那基本上在同一個位置的大樓裡面 那有多家的這個機構 出現了工作人員快篩陽性 高雄從六月一號開始要求長照人員全面快篩 沒想到一名長照員主動篩檢驗出陽性 其他跟進的工作人員也同樣驗出陽性反應 由於長照中心內部並非一人一室 幾乎都是像這樣一個空間擺了好幾張床 加上有不少抵抗力低的老人家 一旦PCR確診陽性 擔心傳染會帶來衝擊 一切只能在結果出爐之前 衛生人員也要同一步進行疫調和圍堵措施 TVBS新聞方志成紀元高雄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的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